如果 如果你這個城市不要了的話 直接把你的積木 往這邊拉 這樣子就會刪掉 好 那麼我們現在來做什麼呢 我先把它刪除 我找另外一個角色 我這邊找一個 好 那個 這個 造型只有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如果要讓它有那個 動的感覺 要有動的感覺 我們就要在它的造型上做變化 那它現在只有一個造型 所以我可以按右鍵 複製 它就會多一個造型 那我就來做第二個造型的修改 那修改的方式很簡單 它這邊有兩種 繪圖的模式 那這個有點像小畫家的 叫做點證圖模式 所以你這邊跟小畫家的繪圖功能很像 那如果你的圖 有支援 那個向量圖的話 就可以用向量圖的模式來做修改 這兩種畫圖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先講這一種點證圖 好 我如果要讓它有那個動的感覺 我是不是 就要動作上要改變一下 好 那我就用 我先把它的腳框起來 好 框起來之後呢 然後呢 然後呢 我把它做一個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在這邊 好 然後能動 好 接起來 好 好 老師是接骨大師 好 然後呢 他的手我也把它轉一個角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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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你可以看到 幹嘛那麼興奮啊 好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 有沒有 如果我去切換兩個 切換兩張圖片 就會有動畫的感覺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看神次要怎麼做喔 老師 要怎麼讓他動 來看一下看一下 那綠琪被點一下 他這個屬於外觀的變化 所以點外觀 好 這裡有造型對不對 有造型 那我直接用下一個造型切換 然後呢 我用 重複執行 讓他一直切換造型 好 然後呢 等一下會開始爆笑 請你笑小聲一點喔 好 綠琪點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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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 因為電腦跑太快了 沒有要等待一秒 沒有要等待 對 對啦 因為電腦跑得很快 所以他每一條指令執行的時間 大概比0.01秒還少 所以他的切換動作會像那個中風一樣 對 所以我們給他加一個等待時間 然後數字是可以改的喔 好 我們0.5秒好了 好 0.5秒再換一次造型 那這樣子就會看起來比較正常 有沒有 好 老師可以再快一點嗎 那如果還要他往前走呢 就要加上剛剛的層次 動作這邊有移動對不對 好 把他放進來 每換一次造型 我就往前移動十度 然後呢 順便 碰到邊緣要反彈 然後還有 剛剛左右 要放在最前面 這樣他就會倒栽蔥 好 來試一下喔 這就是他的獨特的行走的方式 可能昨天被卡車撞到腰有沒有 好 來 換你喔